文AI财经社求雪穷,边两眼,2018年9月19日上午,立番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车立番股份,发不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趁之斗献新,立番献款,新能源产业链资金问题间显得报道,存在不实情况,不实之一在于立番近期被爆出供应商追讨货款的消息,公告趁已向公司相关部门了解, 公司目前与供应商合作关系良好,除个别供应商质量纠纷之外,没有供应商追讨现况的情况 另外,针对上述报道中据统计,今年1月至今,立番控股已经进行了16次股权解压和质押操作,已经一步取代的表述 公告如此解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融资是市场上常见的融资手段之一 公司控股股东质押率为62.85%,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全发生变更 一定程度上,这份公告业者设处逆番股份正处于困境之中 这家重庆老牌制造企业,早宁因制造摩托车发家 随后,主营汽车与新能源汽车,曾九度入选中国企业500强,且临续多年为列重庆市出口第一名 但眼下,住业汽车多年亏损,新能源汽车发家寒山,汽车租赁模式简禁不明 历番股份载务压力重重,处境严峻,连续四年负债率高于70% 出售厂房化收益,供应商只讨护款一事,发生在2018年8月初 根据经济观察报当时的报道,立番集团的二级子公司,重庆立番车用车有限公司 下车立番乘用车,采购付一位员工爆料 趁立番乘用车部分供货商要求立番接近货款才能重新供货 另一些供应商直接找上门来要求付清货款 对此,立番股份董事会秘书郭建峰的回应是个别供应商的产品质量不达标而产生了纠纷 他未详细说明哪些供应商的产品有问题 同时承认公司遇到了资金流动性紧张的问题 立番股份的2018年上半年财报显示 立番股份在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9.79亿元 较少年同期减少5.06% 净利润为1.25亿元 较少年同期增长3.01% 在负债方面 立番股份目前资产负债率为75.02% 实际上,立番已连续4年负债率高于70% 截至2018年3月底 作为立番股份控股股东 立番控股的全部对外债务为278.63亿元 其中短期债务占其全部债务的81.53% 其次,立番控股的企业经营性净现金流位 负2.22亿元 长期处于负值 而且,立番股价处于上市以来最低的价格区间 一直在五元附近徘徊 资金压力之下 自年初至今 立番股份已进行16次股权解压和质押操作 原因就是急需资金输血清门源汽车 实现弯道超车 此外,立番股份试图卖地换取流动资金 2018年2月,立番股份发布公稿 宣布计划在重庆两间新区范围 内宅只修建新厂区 同时搬前立番乘用车 现有的乘用车生产机递进 以此获得约15亿到25亿元的土地出让收益 一个月多月前 80岁的创始人 任宁善 现审立番股份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他倘言,公司大概还有33亿元的债券到期是要归还 我们随时都想到这些事情 增大部分资金可以拿来还债 但是更多的 我们还是要从经营上想办法 也明煞进一步提出 我们还有很多的闲置资产 比如上新街的土地 闲置差不多已经失年了 厂房一直空着 我们想办法处理 跟南爱区政府商量 目前经济形势严谨 我们要并且观察 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 林习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 历番股份的自身发展战略和新能源化进行并不顺利 两者均影响了其汽车的销量和盈利 历番股份2018年1到6月的差销数据显示 其上半年累计生产54,562辆汽车 其中传统乘用车为50,067辆 新能源汽车为3,495辆 越平均生产汽车大约为9094辆 对于一家产能为18万辆整车制造商而言 这样的数字无法令其主见 也就是汽车制造业达到盈利的规模水平 经济观察报如是评价 此外,产品质量问题也困扰着历番股份 知乎上,ID为报气的加油 过好每一天2008-542的网友大涂口水 他买的历番那位汽车开了3万公里 未然又烂掉 他打电话给厂家 被拒绝保修 千万不要买历番汽车 亦后悔都来不及 他留下警告 20天前 有广州网友发布一辆立番新门源电动车 一次自然起火的视频 随后 立番集团给出回应 趁网传起火车辆被立番650EV电动车 发生事故是由于广州连日暴雨 车辆被雨水浸泡超过两小时 而车主并未及时与服务站联系 继续用车导致电池着火 一年卖50万台摩托车发动机 纯收入1亿元 神仙尼闹的立番股份 曾拥有过高光时刻 故事要从创始人 也名上说起 这位个子瘦高 面容清雀的帽地老人 经历曲折 1939年 他出生于重庆福林一个小地主家庭 12岁因政治运动 和母亲 在荒山顶上艰苦谋生 在重庆医中就读高三时 他被揭发了右派言论 随后被升级为反革命 在20多年 牛鬼神神的生活中苦 直到41岁 夜明善待获得平凡 江自崖81 岁出山 我今年才 41岁 一切都并不算晚 凭着古信念 他成为重庆电视大学英语教师 又转行成为一名 七年后 他辞掉铁饭碗 通过经营出版转的第一筒金 51岁那年 重庆是最大的民营二渠道 书上夜明善将一堂库的存书 拉到费品回收站卖掉 他打定主意 不被生活的潮水或鞋向前 做自己真正该做的事业 像下七世汤集合的那样 手持长矛 像命运的风车挑战 上世纪90年代 重庆摩托邦全国文明 既坐落着两大行业巨头家联合建设 还汇聚了一大批生产销售 摩托车及配件的民营企业 1992年春天 夜明善回老家看望母亲 碰到一个经营摩托车厂的朋友抱怨 从沿海省份买进口发动机价格太高 本地的嘉林 见识又不肯卖价格较低的发动机这小厂 他受到了商机 1992年 夜明善投资20万元注册创立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 在组来的40平方米不到的车间里 他给9名员工打击醒 我要告出全中国 全世界没有的摩托车发动机 事实证明 这并非狂言 创业第三年 当国内主流发动机 还在采用脚踏式启动时 轰达投入100万元 开发出100毫升 便启动发动机 一举赚得1500万元 随后推出的110毫升 力士机 一年卖50万台 纯利润达1亿元 轰达保持了几乎每半年 就上新一款产品的速度 有一段时间 国内生产摩托车的大企业如新大洲 前江 港轩等都购买轰达发动机 而夜明善再次跑在同行前面的一点是 他将目光投向海外 自1999年起 夜明善两年内抵达 20多个国家 逐步在越南 阿根廷 乌拉圭等国家和地区打开销售市场 截至 2001年 售出184万台摩托车发动机 销售收入超过 38亿 位置全球第一 2000年 轰达变身力班 开始发力摩托车生产 重点开发主打运动 休闲 时长的新品摩托车 并建立立班 轰轰烈 气派三大不同排量的品牌 同年 夜明善以5.2亿元 人民币的个人净资产 被美国财经杂志 福布斯 列为中国的50富豪之一 他赐资5580万元 买下了环岛俱乐部 将需更名重庆立班足球俱乐部 此后几年中 福布斯富豪排行榜 年年有他的名字 2003年 夜明善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 成为改革开放后 第一位 步入胜部极高官行列的民营企业家 无爆滑车型 质量偏低 销量惨大 在摩托车行业声明显赫之际 夜明善又改了跑道 这一次 他看中了需要投入更多 需冒风险更大的汽车业 2003年8月 立班收购重庆专用汽车制造厂 80%的股份后增持到 95% 并将企业名策改为 重庆立班汽车有限公司 产品商标 由北全台改为立班台 这无异于疯狂之举 不仅耗资巨大 而且缺技术 缺牌照 几乎能将立班带入半截不复之的 夜明善所背负的压力 不比如今的假月挺小 但他不气馁 曾吐露内心 如说宝马可以卖到100元一斤 立班的车如今只能卖到30元一斤 这就是差距 也是我追赶的互标 也有人劝他 立班这时候造汽车 是不是晚了点 他是这么回答的 革命不分先后 造车不分早时 此番接任 终让以名善手的云开建月明 2005年12月 他拿到望眼欲穿的声插轿车的笔文 2006年1月 立班520轿车全球同步上市 他心情激动 在上市现场急性赋失 当年追车 今招到车人 恍然如梦中 幸运中国人 四年后的11月25日 也名善带领立班以国内首家民营程用车起的身份成功登陆 A股 上市后 立班集团市值达 100亿 拥有立班 80%股份的也名善身价一路飙升到 趴10亿 大问题逐渐涌现 其一 立班本身营收能力有限 前期主要依赖于摩托车 发动机械物 后期摩托车销量锐减 引力大幅下滑 这导致支持汽车研发的资金吃紧 其二 立班旗下车型多达十几款 产品布局完整 却始终来不出一款爆款车型 尤其是2017年 面世的X80车型 高配置仅收10万元 本想冲击10万元当这一竞争 最为激烈的细分市场 却被行业普遍拒移 是山寨版的丰天汉兰达 X80惨败 上市之后单月最高销量外 429辆 同日上市的宣浪最高销量外 6654辆 5月份销量也跌到了 1532辆 其三 立班汽车质量堪忧 在汽车之家发布的 2016中国城用车市场整车质量表现研究报告中 立班汽车以658.2的故障系数排名榜单倒数第四 远远高于行业平均的 486.9 在2017年第三期CNCAP碰撞测试中 立班宣浪得到39.7分 为当期最低 而且侧面安全气囊 ESC等安全配置统统缺失 可以用坦淡形容立班今年的销量数据 2016年立班传统乘用车销售是2.87万两 同比销滑3.48% 2017年实现传统乘用车销量是2.5万两 同比销滑2.3% 2018年7月的产销快报显示 1-7月立班累计销售新车为13247辆 除了卖为和选亡两款车型的销量能达到三位数之外 其余车型均只有两位甚至一位数的销量 而比亚迪、长城 一款汽车车型一月内就能卖出上万台 这或许与立班内部的管理混乱有关 两年前 爱地位亮和刘宇的后鸟的网友在之后回答 如何评价立班戏车、立班集团 提出熟下问题 1-技术高管平均一年半一缓 以前有个通用退下来的高管 董事长亲自挺了两回 都不到一年 两回都被集队走了 2-项目小组立了车 车了又立 有的车型三番五次重启 就因为上面变动太大 一把手屁股没五月就测了 三、一天八小时 员工有效工作时间不超过三小时车间除外 一杯茶一份吧 一做一天 AI财经社发送知乎此信 试图联系该网友核实 但截至发稿前 未能收到回复 唯一的好消息来自国外市场 自2011年开始 立番汽车出口到俄罗斯 伊朗 南美等国家和地区 累计总数超过20万辆 在俄罗斯 立番汽车2017年卖出仅1.7万辆 连续期年获得成为在俄罗斯销量第一的中国汽车品牌 但被水车新 这点成绩挽救不了立番汽车的颓势 偏薄1.14亿 新能源汽车销量一年不及1万辆 低迷的立番 抓住了新能源这根救命的草 早在2007年 立番就进军新能源领域了 成立上海中科立番电动汽车有限公司 河南立番新能源电动车有限公司 搭建新能源产业研发 生产 运营销售体系 2014年 立番首款电动轿车在201上市 在没能及其销量水花 2015年6月 立番发布新能源 i Blue 1.0战略 拉开转型新能源序幕 吸引力发大 是彼时国家出台的大幅补贴新能源汽车的政策 以2016年为例 立番获得了4,091万元的新能源补贴 几乎占到当年净利润的一把 随即发生的片谱事件是对立番转型新能源的重要一击 2016年10月 立番股份发布公告 此公司重庆立番城用车有限公司 收到财政部下巴的处理决定 公司不符合新能源汽车 补贴申报条件车辆 共计2395辆 涉及中央财政补助资金达1.14亿元 对上述新能源汽车中央财政赋予补贴 并取消立番城用车 2016年中央财政补助资金预博资格 更严重的是 立番被收回新能源汽车的生产资质 还被处以超过亿元的罚款 一直到2017年 国家才恢复其申报新能源汽车 推广应用推荐车型资质 新能源汽车的销量 几乎是汽车销量的悲惨翻版 去立番股份官方数据写示 2016年和2017年 立番新能源汽车销量分别为5550辆和7738辆 虽然数量增加 但这一销量远不及比压低 超过2万辆的月度销量 加码新能源的同时 立番被自己找了第二条跑道 2015年 出资1000万创建重庆 盼带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盼带用车 开启了一个新的模式 共享汽车 分时租赁 根据新京报报道 截至9月 盼带用车累计用户数量已突破300万 较少年增长约60万人 是目前国内注册用户 最多的分时租赁项目 但随着汽车分时租赁行业玩家的涌进 这一行业的竞争和淘汰也在加快 一个严峻的事实是 盼带用车这样的共享汽车模式 需要重资产投入 会让公司的险信流更加紧张 2018年5月的股东大会上 半退休却仍掌握实权的引民善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立番在新能源领域已做了大量准备 尽管目前产量不高 但已经具备一定生态效应 从研发到生产到运行 以及资本支持 链条和生态已经建成 未来有望进一步晚中求进 只是 现实会给这位渐渐的民营企业家 那么长时间吗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